這幾年大家知道嘛 就是因為受疫情下百工百業都 進入這個停滯的狀態 所以有些人他是沒有工作 所以他可能給予的做 找工作 那可能就會在這個 報章雜誌啊 甚至是網路啊 或是什麼一些 求職網站上面去找工作 那所以就是 詐騙基本也是利用這一點來做詐騙 那他主要有幾種 一種就是 他可能會騙你說 你可能加入這個工作之前 你要付一筆保證金 就比如說你要去上班之前 你要付一筆保證金 那第二種類型就是 他可能是要騙你的存折 就是以 我們近期比較著名的那個 我們新北市行大查到在淡水啊 在最近國內查到那個 拘禁的這個狀態也是這樣 他就可能就是說 那你要應徵 那你可能要攜帶你的身份證 你的銀行存折 你的提款卡 然後到某一個地方來應徵 所以 一般民眾說 那我去面試工作 很正常啊 到工作來面試 他還提供一個真實的地址給我 那有的民眾可能就一時不查 就也沒跟家人講就去了 去了之後就會發現說 原來被詐騙集團綁架了 綁架之後你的提款卡跟存折被拿去當作這個詐騙帳戶使用 所以他們目前這個工作類型的詐騙 他主要目的就是要你的這個提款卡跟存折拿來做人頭詐騙帳戶使用 所以就是前一陣子很那個 大家比較就是比較了解的就是柬埔寨這種事情 其實他就是屬於這個工作詐騙對不對 他就告訴你說到外國去工作 然後錢又多又輕鬆 哇 什麼住什麼花園洋房什麼的 就是提供住宿啊 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其實騙過去之後就是 就是落入人家的手裡了 對 沒錯 因為他也是一樣嘛 就是說 呃 他利用這個我們大概年輕朋友 他想要找工作 甚至有的想要 呃 領高薪的這種心態 那當然他在網路上標榜 就是你出國工作啊 在東南亞啊 然後輕鬆啊 然後又你看他宿舍就會給你拍那些 對好漂亮喔 拍那些五星期半面的照片 你看這原我們那個宿舍就是這樣子 但是那呢每個月可以領十幾二十萬 而且你不用經驗 你也不用任何的執照 你來就是當工程師 哇 之前我們有在機場攔截到的 他其實被騙去的成員五花八門 那還有那個就是那種身心障礙者也被騙去 就是他可能也被人家騎腦被騙去 所以其實到那邊之後就會發現說 其實我們根本就被騙了 然後就被控制 然後你的護照啊 你的證件就被扣留 那你在人在國外你的護照證件被扣留 你就沒有辦法回來 那有可能就被淪為說 那你就要幫我們做詐騙集團的打電話的機訪的成員 那你一定要幫我賺到多少業績 你才能重獲自由 另外一種就是像新聞講的 他開始打電話跟你的家屬說 哎呀你這個小孩子現在在國外 你要回來就要給我二十萬美金 或是幾十萬美金 這又變成是勒俗的那種感覺了 對 所以就是會落入 因為你一旦落入那邊 變成說你在外國就 我們的救援就相對有點困難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去 對 所以那時候我們除了在 國內宣導之外 在機場也有宣導啊 我們行航空警察局的員警 就一個一個去告誡啊 說你如果要去這種危險 因為像柬埔寨 對 泰國 緬甸這些地方 都是很危險的 當然你要去日本歐洲就還好 但是去這種地方說 那你是要去工作 你要小心這些 我們會把這些案例做成 這個宣導的文字 念給他聽 那如果 他有的民眾突然醒悟了 他就說喔那原來這是詐騙 那他就會 可是他們不是也是說會派人來壓著 或是這邊看著 然後也提醒大家如果說遇到警察 或是怎麼樣的話 你要怎麼樣去應對 其實就是說 他們也有對策啦 那我們也有對策 如果說真的發現 這個是 這個是 被真的會被騙去 我們會請那個 我們刑事警察局的國際刑警 通知對方 請他把他遣返回來 就不讓他入境 要不然被騙 目前有兩個方式 你接到電話的時候 一定要做查證 接到電話千萬 不要一開始就相信 一定要打165做查證 然後要冷靜下來 然後再來第二種 就是剛剛提到的那種工作詐騙 那 你如果說有要去面試的話 建議是把面試的地點 跟你的親戚朋友講一下 要讓你再知道 或是說約一些親朋好友一起去 千萬不要單獨去復約 那還有那種說標榜的海外工作 然後高薪輕鬆賺錢 這個千萬不要相信